總之我再告訴各位 即使今天全世界有好多很有名 看起來非常健康的公司 創新型的這種公司 它一樣有很多的問題在裡面 所以你要學會用這種官員去看 這樣知道嗎 再來看一個高資本密集者有何不同 高資本密集有什麼問題啊 風險大 四肢巨大 回收壓力大 新技術新產品的出盤速度不能延誤 受市場景氣波動影響大 這些公司錢燒得很多 燒得很快 然後一般而言成功率不會很高 週期很短 供應鏈也很長 洞見觀瞻 所以脆弱一段 我們現在管理界的其實都對這種類型的公司 以及剛剛所講的這種創新型的公司 往往都賦予非常大的評價 好像我們大家學企業管理都以這些公司為易歸 都認定這種公司是不得了的好的公司 我今天就要告訴各位同學 從孫病剛剛所講的 他講什麼 他講說 有敵之 見敵之所長 則之其所短 見敵之所不足 則之其所有力 那這些公司 你相不相信 是不是他一樣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那如果有那些公司是什麼 這哪些地方不足 是不是 還有通路行業 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通路型的行業 據點要多 才構成所謂的通路啊 如果你據點不多 那什麼叫什麼通路 對不對 所以你要展貨 那公司如果展貨沒有那麼快 所以你一定要靠什麼 你要靠加盟 靠加盟的話呢 就面臨文化 文化媒合的問題 這些人不是你的公司的員工 所以怎麼樣去跟這些員工 那能夠跟我們自己的員工 能夠螺合在一起 是吧 通路行業 通路行業想不想去工作啊 想不想到通路商去工作啊 那你要瞭解 通路商也是一樣 也有他的缺點 那這些公司呢 其他的組織的長處 他的形態一定也是小 多 壞 代工者 有沒有什麼好處 製造業 製造業 最近中國大陸喊出一個2025中國製造 你知道嗎 美國也要搶 搶回製造 為什麼製造對一個大國很重要 所以代工者 台灣過去幫人家做代工 其實台灣在製造這一塊 它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產生 而過去一十億年都是如此 這是代工者他的友誼之處 製造能力 製造業最大的一個優點是什麼 就是它能夠創造出非常多的工作結構 服務業很難 所以它對於穩定一個國家的經濟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 製造能力相當於一個強國一個大國 所以不可過缺的東西 製造能力強 它可以製 它最頂端的可以製高科技殘副 還可以製造什麼 國防 軍事 武器 這個東西都對國防非常重要 所以國家的硬核 硬的力量非常重要 區域型的經濟有長有短 一樣的 區域型的經濟它的長處是它很深跟當地客戶 它跟客戶關係非常密切 服務非常好 可是它的短處是什麼 你如果太短的話當然就不夠長 而且這樣 你善於打短打 當然你長打就不再在行 一樣就很多這種跨區域的這個服務 當然就說不到 CV11的長處跟短處是什麼 你有沒有發覺CV11現在的勢頭 已經沒有像前幾年那麼旺 現在被誰慢慢追上來 全家 全家怎麼能夠追上它 全家一直都屈居老二 慢慢發覺CV11的勢頭 那個氣勢 現在慢慢沒有像以前那樣的強勢 是全家的 伊藤宗 伊藤宗商社也是日本七大非常有名的商業情報的大商社 幾乎任何領域頭的情報商都可以 全世界各的地方貴 你說它花錢花多少 台灣多麼渴望台灣也有一個這樣一家的公司 台灣做不來 為什麼 我們台灣在進KPI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如果我是業務的話 我一定是看數字 你有數字你就有人格 你數字就沒人格 有數字就沒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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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這樣喔 對不對 然後呢 但是在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就是在日本 剛好是講的那些這樣子 其實我有很大的感慨 日本人的規劃事情 他可以看很遠 我以前沒跟你們講過 高雲市的中正路 那條道路 中正路知道嗎 中正一路可以通到中正四路對不對 中正四路在沿城區 我們學校在艾回過去的中正四路 中正四路一直下去 到了快要鳳山那邊就中這一路 整條道路那麼寬 是不只四線道 因為它還有什麼安全島 還有慢車道 所以整條道路應該 如果沒有這些安全島 沒有慢線道的話 慢車應該是至少八線道 你知道中正路是日本人 你們在什麼時候規劃的你知道嗎 那是日本規劃 台灣有好多這些 現在看起來很好的一些facility 都是日本的規劃 你知道嗎 縱斷鐵路 對不對 加南大去 台灣大學的校園 椰林大道 去過呢 成功大學裡頭的校園 還有一些大城市的 像台北市的總統府 是吧 還有台北市有一些大馬路 高雄市的大馬路 有好多都是那個時候留下來的高雄 我們不是在誇讚 我們不是說在從日哈日 你知道嗎 我們是在客觀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規劃能力 規劃能力就不能夠只是看數字 規劃能力就不能夠只是看成果 規劃能力一定要看什麼 一定要看什麼 成果的相反是什麼 目標的相反是什麼 過程 所以剛剛愛情選談那個概念 你有數字就有人格 沒數字的沒人格 這是非常短線的炒作 知道嗎 很不信任我們台灣是陷入了這樣的文化裡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同樣的感觸 對吧 那他一年都一定要讓你拿些數字出來 每一年都要拿數字出來 所以鼓勵員工每年都要做什麼事 才每年有成果出來 你懂我的意思嗎 每年一定要做什麼事 很簡單 每年都要做 每年都可以產生出成果的東西出來嘛 每年才拿出成果出來嘛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比較長遠的事的話 你非得兩年三年五年才能拿到數字出來 對不對 這樣一來的話 你台灣就沒有辦法生產出真正大部分的東西 就不可能有巨注 不可能有大傑作 這一定只是小東西小生物 沒有這麼感慨嗎 我在這外面感慨非常深 所以你看不到大著作 看不到大東西 日本人 日本人現在他喝給 你看過去這幾年 也產生好幾個諾貝爾獎合作 對吧 LED的南光 去年拿到 日本人 沒有出過國的物理學家 幾個人合作 去發展出來的 LED的南光 對吧 還有前幾年 還有另外的東西 所以他們有這種長遠的內容 一個小小的國土不大的一個國家 他居然有這麼長遠的內容 所以就是你剛剛所講的 不是看那個尖端的數字 高雄氣爆發生的時候 有一位日本長期住在台灣的一位工程師 他看到高雄氣爆爆發以後 他投書在聯合報上投 他寫了一篇短短的短文 他說他在台灣長期居住在台灣 他長期上觀察台灣的工程界 他用四句話來概括 因為氣爆給他產生一種感觸 他說四句話 他說台灣的工程界是什麼 長期不規劃 長期不規劃 平時不準備 然後 這個事前不檢查 事前不檢查 緊急的時候呢 當然就不知道怎麼通報 各位同學 你要緊急要能夠有通報的話 你要不要平常就 keep in touch 要不要keep in touch 如果平時沒有keep in touch 你隨時有一封信來 人家也不理你啊 這個人是真的還假的啊 平常不跟我聯絡 平常不像朋友對不對 所以緊急的時候你怎麼通報 那四句話 長期不規劃 平時不準備 緊急就不通報 然後事前 我剛剛怎麼講 長期不規劃 平時不準備 事前不檢查 然後緊急 沒辦法通報 為什麼你緊急能夠通報有門 因為你平時有準備 事前有檢查 知道嗎 知道不知道 所以緊急就通報不了啊 沒有這種概念嗎 這就是一個文化 這就是剛剛那四句話 另外一個層面的談論 平時不準備的話 緊急當然通報我們 事前也不檢查 你知道要講什麼嗎 我們經常打開一些什麼 消防隊什麼東西 或是一些器具 你會發覺常常生鏽 平常做保養嗎 在軍隊裡頭還會做保養 每個禮拜三的晚上 做那個 每個人的那個 護槍的保養 對不對 那在軍隊喔 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 應該離開軍中 應該死掉 退伍就那麼久 那在公務部門裡頭 做事的人呢 平時有保養嗎 平時有檢查嗎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如果發生事情的時候 拿出東西是生鏽的 沒有東西可以用的 平時也不演練 所以到時候演練起來呢 一定是七零八糟 就是被人家笑 所以如果一個民主 一個國家的文化是如此的話 當然就是 你當然就沒有佔力回 就是一個日本的工程師 長期住在台灣 對台灣工程界文化的一個觀察 一針見血 看起來是非常的輕重 可是有沒有任何改變呢 一次又一次的災難發生 有沒有任何改變 有沒有誰會注意這種事 不要說注意這種事 你能夠體會這件事的重要嗎 各位同學 你知道這件事有多重要嗎 你可以舉一個例子給我聽聽看嗎 你所觀察到的 在台灣的各界裡頭 在平時這件事情 所佔有的位置上 他的輕重 你體會到這件事的重要嗎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各位同學 知道嗎 平時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過去在講說 我們很重視結果 可是日本這個文化很重視過程 為什麼重視過程 就是過程啊 在管理者 你不能夠只是告訴你部署說 我不管你怎麼做的 你只要把成果交出來 各位同學 還有另外一個主管 不只管你的結果 也管你怎麼做事 怎麼拿到這個成果 這兩組主管會怎麼不一樣 得的結果會怎麼不一樣 我不只管結果 我也管過程 這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帶我們的部署啊 我不管你怎麼做 你只要最後給我一個成果 達到業績目標 你殺人放手 我都不管 那是你不要的事 你用買的 你用額詐的 你用賄賂的方式 我都不管 那最後你把業績給我交出來 是不是這樣的 就是只管結果 不管過程 可是日本這個民主 就是比較特別的 他看過程 所以你剛剛所講的說 有數字就有人格 沒有數字就沒有人格 就是很典型這種思想 你雖然交出成果 可是你勤於拜訪顧客 你一個月下來 你拜訪了幾百個顧客 雖然你沒有賣出一件東西 你的業績 你的績 你的績效 不見得會輸給那個 有賣房這個人 因為那左眼的是什麼 這是長期的成果 這樣知道嗎 有沒有感覺啊 這個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這樣會有什麼差別呢 這樣做事情的成果 會有什麼差別呢 它的長短 會在哪邊呈現出來呢 好像很少看到這件事 這就會顯示出 眼光的長短 重視過程的人 他的眼光 你把它換到任何地方去 他隨時都可以就定位 而且過程不斷推下去 他就可以養成一種長期的眼光 為什麼重視過程 重視結果的眼光 短期草現的眼光 短期草現的眼光 你每一年都要給我梳子 每一年都要給我梳子 這是什麼很短期 很短線 你重視過程的話 我不看你 我雖然也看你的結果 但是我更看重 這件事情的過程 你每天在做什麼 你每個月在做什麼 你每個月在做什麼 跟這種老闆做事 那才辛苦 只看成果的人 那很簡單 對不對 我中間可以有三個月去度假 然後 然後一寄到的時候 我七溫八弄 我弄一整個東西 弄一整個出來教材 好 你這三個月就工作去了 看到沒有 對不對啊 那完全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 有很多人會喜歡日本的東西 因為 或是日本的做事習慣 就是他們有這樣的文化 這文化真是我們的短縮 可是這文化有什麼缺點呢 他見其所長是不是知其所短 他的缺點是什麼 有沒有缺點 愛情對日本比較同一點 缺點是什麼 我覺得他有時候想太多 想太多 會失去那個限制 失去限制 先機 先機 你這個說法就是 他決策妨害 你要是在日本公司待過 你看過日本式的管理的人 他們的決策過程 一向是 絕對不是上院 研究一下 旁邊一個小姐姐 就對了 排版定案 他們一定是從底層 慢慢一結一結 這樣亂的 一個問題 討論討論討論以後 得到結論再往上 討論討論以後 得到結論再上上 三個月判定 所以你跟他做生意的話 一定要有耐心 要等他們做決策 他們做決策的話 一成一成全場 那我們台灣那邊是 一天 或者兩幾三天 如果很重要的話 搶訂的話 五分鐘做決策 在電話裡頭 馬上就派電 所以常常老闆會說 趕快要去問一下日本 怎麼一個禮拜 都還沒有消息呢 其實一個禮拜 他們只是 還只知道課長 對 還只知道課長 所以 知其長 則之其所短 見其所不足 則之其所有力 所以同學要養成這樣的眼光 我花那麼多時間 這門課 從一開始上到現在為止 是不是在很多地方上 都告訴你的 很多地方 是值得大家好好去思考的 慢慢能夠養成我們 對一些事情的看法 做事情的習慣 不知道各位同學 有沒有注意到這些地方 所以虛實篇這邊是一個很重要的 知道一個人的虛 看到一個人的虛 就知道他的虛 看到一個人的虛 就知道他的虛 知道嗎 有沒有任何問題啊 這裡頭 他不是說 冰要向低處流 他說 冰則 把冰比喻成為水 水向低處流 冰是 必食而急需 水是必高而驅下 冰是必食而急需 所以他 他用水 只是要來襯多出 冰是要怎麼走的 要必食而急需 不是說 你的冰必須要像水一樣 要必高而驅下 不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你看他的原文 那虛實這邊的概念跟 士的概念 又不一樣 但是 虛實的概念可以 朗瓜士 士的概念 雖然跟 虛有一些 共同的地方 但是 整個來講的話 虛實包括士 所以唐太宗來說 一切的冰法 不過是虛實兩個字 所以 直接各位同學 掌握了 就掌握虛漢史 至於奇漢症 是在運動過程 在實際 在超過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看他擺出一個新的 一個正式 還是用正的 傳統的 traditional 還是一個new的一個 一個態勢 你自己去運動 這是要奇症的呼籲 可是奇症 並沒有包括虛實 對不對 虛實一個貴最廣寬的概念 所以他一定擺在士偏的後面 你會注意到他在哪兒安排 所以士講奇症 然後呢 實力講虛和史 那最根本就是講虛和史 這個地方是 不知道我們台灣現在的 有沒有辦法容納這樣的一種 一種說法 台灣現在的史跟虛啊 講一下看各位同學反應怎麼 2011年1月20日 中國大陸的GDP總值16兆美元 正式超越日本 2011年的1月20日喔 那是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從1985年 甲午戰敗以來 這是史上第一次超過 1985 1985 189 189 還好 還好 終於有人聽到了 有人有注意 189 答錯了 然後這個時候才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中國的國家統計局 在當天發表三件聲明 他說 第一個這是3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 第二個這只是量的總和 中國的高GDP是靠高耗能低工資換學而來 無論國家的生態民工的血汗 都為此付出驚人的代價 因此量上 中國雖然超越的日本 可是在值方面比不上 所以中國的經濟結構能有待提升 這是2011年 那個時候 今年是2015年 不過是4年前 中國 第三點 中國人口高達13億 以GDP的總量 固然是全世界第二大 但是以人均GDP來換算 只有3000美元 所以在全球百名都拍不到 你看到這個 你的感覺是什麼 待會你們可以發表一下看 然後從虛實的角度去看 這些事情 然後1月20日同樣一天 這是胡錦濤訪美最後一日 那歐巴馬呢 以G2最高國的 最高國院的款待 胡錦濤 胡錦濤仍然在當天 在白宮絕口不停 中國在當天 在這個事情的成就 那無論國內或國外 中國人口高層唱的都同一齣 非常低調的戲 幾代中國的領導者說 深深記者鄧小平的迷訓 只是中國要崛起 就不能與任何大國正面衝突 必須韜光養晦 保持力量 從虛實角度看 不要從仇恨 不要從意識形態去看 這些事 OK 然後 陳文謙在這本書裡頭 進行說 他說 不像台灣在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歡樂煙火和舞台劇 中共建政六十年的紀念儀式是什麼儀式呢 不宣華共產建設的偉大 只見到儀式中直騎的士兵揮起五星騎 採的是一百六十九個步伐 為什麼採一百六十九個步伐呢 因為這一年是二零零九年 距離鴉片章正好是一百六十九個年頭 他到底背後他頂這裡頭都在想什麼 這就很清楚了 一百六十九個步伐 然後二千零五年北京拆 這個老胡同和舊民房來建鳥巢和蓋水立方的時候 那時候掀起非常巨大的辯論 就是該不該把圓明園的遺址拿給拆掉 最終吵了一團 然後最終北京市府最決定維持兩千年的決議 這個決議是什麼 將作為中國人永久國齒印記的遺址公園 所以當今呢 這個地方是每一個北京市的中小中學生 一定要上的校外教學課程 所以歷史可以原諒 但是歷史不可以遺忘 那你們看了以後你什麼感觸呢 再看一整 先在那邊先在那邊打錯吧 再來講歐洲 你們看從虛實的角度來看 你看到什麼 從這段故事 這個是從成分線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 就能說把它介入出來 他就說那個GDP的那個總值 他知道那只是一個虛化的數值 其實人均還是很低 那是一個總額 對 它是一個總額 對 然後我覺得他很知道自己需的地方在哪 因為他就是用低成本 相當成功了解自己 也願意 對 然後他也知道說 那個就是我們那個勞工 知己啊 知己 所以我覺得他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 他才會那麼謙虛 就是看起來是謙虛 可是他是自己真的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 順便講 對 剛剛他那個那位同學 然後他剛剛看老師的一些資料 其實發現中國人對像 有點像我同學講 就是知道自己虛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可能他們也願意為了這個方向去前進 然後試著在他們所謂的可能是敵人 美國或者是從某些角度來講 可能是敵人競爭者的方面來講 就是保持謙虛 那等到自己做好的時候 再發揮出來的那種 就是先以虛 然後培養自己的詩 然後等到實際成熟的時候 再發揮出來的那種概念這樣子 好 謝謝 這講的是不錯 這個說法應該是說 他勇於去看自己的虛和虛 自己的長和短 而且他不會過於放大自己的 榮耀的那一面 因為榮耀那一面會使人昏眩 所以不會輕易去放煙火去慶祝這個東西 因為他知道這裡頭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前進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覺得還沒有到慶祝的時候 或者是說他知道自己的虛實 他對自己是很了解的 知道嗎 那有一塊是要請大家特別注意的 這些故事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這是虛還是實啊 是他的實 是他的實 為什麼是他的實啊 為什麼是他的實 這為什麼是他的實 那被欺負的過程 以前被英法聯軍攻進 然後1860年的時候放火就把整個人類的 最偉大的一個宮廷的一個園頂 就這樣馬上回掉 那這個是人類文明到來的一個很悲慘的一頁 現在還有很多東西流落在世界各地 這個是個什麼 你覺得這個實還是個虛啊 看你怎麼對待他 以他們對待的一個態度來講 他們是有一個字 就是这尺 知尺的近乎有 知道尺路 须就瞬间变成他的尺了 他这个牢牢记住这个教训 而且用历史呢 去传给下一代 代代都能够流传 都知道这个历史 所以每一代的中国人 都知道这些历史的点 都知道怎么去奋发 就好好学习 然后就永远都有希望的一个民族 这变成他的实 知道吗 那同一个角度 我请各位同学继续 在台湾有什么东西 可以好好传作我们一代 然后自己能够奋化向上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力量 有没有这种内在的醒觉的力量 透过自己深刻的反省以后 所连续出来的一种支持近乎有的一种力量 就可以让自己 能够更加的坚强 有没有这种力量 那力量要团结 对吧 力量要准备把它组合起来 这样才有力量 不是吗 好啊 那这个力量必须要化为成果 必须要在各行各业 能够生根 所以同学们呢 年轻人呢 要能够奋发图强 年轻人要是没有奋发图强 国家就没有希望 知道吗 年轻人是奋发图强的吗 你来看看顶接下来在德国 其实台湾的现在教育的现况啊 其实大家都可以觉得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孩子的奋发相当的气质 在这方面是欠缺的 那你就知道你想要奋发相当的本质上是一件严肃的事 支持几乎有 在台湾问题很久没听过 在职棒上头 打假球 第二天呢 有人写一个大尺 贴在后眼的看台上头 然后媒体正好照照 媒体就说 打假球 这怎么扯得上耻辱来的啊 这跟耻辱有关系吗 啊这太扯了吧 打假球 跟耻辱有没有关系啊 各位同学有没有关系 哎媒体说 这跟耻辱有什么关系 这太扯了吧 我听了以后就 哇 我们中华文化好像不见了 知识尽乌勇 你知道这什么精神吗 你想要探底反弹 一定要有一个反弹的力量 才能把你给弹回来 对不对 那个力量靠什么 那个力量靠什么 靠痛 痛才能够反弹 你不痛的话 你变L型了吧 不会是V型的 是L型嘛 对不对 L型就不痛嘛 L型就一直这样下去了 你要能够V型反弹的话 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力 那个力量 是痛 心痛 手痛 脚痛 你们有痛过吗 你们痛不痛 大家痛不痛 会不会痛 痛在哪里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就是L型 我老师只要告诉你 虚实天这边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韩非子的名言 安危在是非 不在于强弱 是很清楚啊 安危在是非 安危看是 有没有是非 看是还是不是 看方向对不对 看是 看非 安危 看是非 个人 国家都如此 企业也是一样 你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 是与非 你的方向对还是不对 你开发的产品对还是不对 安危看是非 不在于强弱 下一句话 存亡在虚实 不在于重寡 不是跟你人多 你人少 你就 人多你就存 人少你就亡 存亡在虚实 不在于重寡 这我在推移面上都显示过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点 所以你要料理一个生命 料理一个国家 首先 是非很重要 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个人应该走的方向 目标 做的事 这是是非 那道理是非那更不用讲 是非很多城市 存亡呢 在什么 在虚实 你的体质是虚的还是实的 你知道吗 体质是实的带来希望 体质是虚的话呢 其实大家在心里头都知道 只是不讲而已 虚实 所以 虚实这个概念是非常广幻的 所以我们谈到虚实篇 它所营造出来就是 兵法也就是竞争的方法 竞争力的方法 其实说穿的 不过就是虚而实 那怎么发挥呢 能不能够把你的实 对照到对手的虚上面 实来急虚你赢了 对不对 你人少 你人少可以机动化 你以 这个 无形 这个 配有 对有形 所以你可以以专 而敌分 以实 来当一 这些方法在虚实篇里头 告诉各位 虚实篇的没有 因为虚实篇有非常丰富的思想 所以这张的停留时间比较久 那也用刚刚讲那个故事啊 来做一个结尾 来跟大家同学提醒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看任何事情 你只要看到长处 你就知道它的短处 你看到它的实 就应该知道它的虚 你看到它的虚 你也能知道它的实 就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在这个点上 能够去花一点时间 你当 当初几个月前 你很热情的来修这门课 这门课 村子兵法 不知道你学到什么 你带回什么东西 你期待这门课 是什么东西 这门课就告诉你竞争的方法去 那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 不知道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不知道你学到了没有 虚实篇 就这个概念